欢迎大家来到字节看什么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也可以帮忙按个赞或订阅 这样有新影片公布的时候 才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哦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故事发生在1990年的日本 还在念小学的明里和贵树 走在布满樱花树的街道上 明里告诉贵树 樱花花瓣掉落在地面上的故事 正当贵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明里突然的上前奔跑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台火车从两人之间经过 把他们隔在两端 故事的第一章 樱花超正式开始 时间转眼之间来到他们初中的时候 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 明里需要从东京转觉到立木 分隔在两地的贵树和明里 只能透过书信的来往 在文字之间总是带着彼此的思念之心 可是不久后 贵树就要离开东京 搬到鹿尔岛 面对着距离越来越远的他们 贵树决定在离开东京的前几天 前往立木与明里见面 本来月定在七点见面的他们 但却因为下席大学的关系 让火车无法前进 在火车上的贵树 每一分每一秒都十分的难耐 就在11点15分 火车终于到达了立木 正当贵树以为明里已经回去的时候 却发现原来明里一直都在火车站等待他 两人终于相见了 在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的灵迹 直到他们走在一棵樱花树下 互相亲吻 才发现原来 这就是相爱的感觉 隔天早上的贵树要离开时 彼此约定要保持来往 而贵树也肯定了自己对明里的心意 随着火车的开走 第一话就在这里结束 来到了第二话 太空人 这里是以贵树在路尔岛的同学 花苗作为主要视角 从贵树刚刚转学到来 花苗就被他的气质给吸引 然后一直暗念着贵树 更为了跟他考上同一样的高中而努力读书 每天都会偷偷等待贵树 才一起离开学校 可是一直没有办法向贵树表达心意的他 知道贵树将来要去东京大学练书后 决定鼓起勇气向贵树表白 就在这个时候 火箭发射 划破了天空 花苗从一直看着远方的贵树眼中看出 其实贵树的心中一直没有花苗的位置 最后 花苗还是没有把这份心意向贵树表白 而贵树在这个阶段 原来已经没有跟明里在凌落 第二话 就在这里结束 时间转移来到贵树大学毕业后 这个时候的贵树已经与李嘉交往了三年 明里也将在一个月后结婚了 可是无论如何 心里还存在着明迪的贵树 总是没有办法好好去喜欢李沙 最后终于跟李沙提出了分手 就在一次 经过他们小时候的火车平交道时 贵树与明里擦身而过 正当贵树回头时 一台火车从两人之间开过 结束时 对方已经离开 只留下贵树站在原地 有所领悟的贵树 带着微笑 转身离开 导演辛海诚 分别用了三个段落来描写 不同时期中爱情的模样 从第一张樱花抄透过两位初中生来表达爱情的单纯 但遇上变化时 年纪还小了他们却那么的无人为力 而第二张太空人 透过高中时期花苗暗念贵树的心境 就好像一个漂浮在太空中的太空人 充满着迷茫 未知 以及不确定性 而透过贵树跟花苗所喜欢的运动 也暗示了两个人不同的类型世界 喜欢射箭的贵树代表着明确 精准 而且有目标 相反 喜欢冲亮的花苗 却是漂浮 失控 以及充满着不安定 到了最后一张的描述五厘米 以出社会的大人心态 来描述成年人之间的爱情 但其实明里跟贵树 已经走到了彼此的两端 其实故事一开始的小叙叙 就表示了两人的结局 停在平交道的两人 明里的面前却是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 而贵树只能站在原地 等待火车的经过 才能够继续前进 而在这个时候 明里已经走上了远方 如果大家想要看这部电影的话 只要在YouTube上面搜寻 描述五公分就可以找到咯 已经看过的朋友们 不知道你对这部电影 要有怎么样的想法了 也欢迎留言讨论哦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也可以按个赞或是订阅 这样有新影片公布的时候 才能够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哦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观看 拜拜